不知道 你知道旁边去哪儿了 是国安吗 已经下单了 保急了哈 今天天津球迷高兴了 吴绍聪可以 好 一直播我也不知道怎么情况 还有那五股凤爪也很好 这口喷的就是你 你嘴里边有味儿啊 拿这个喷 这么着 马上就没味儿 一生菌的 那么今天呢 这个 中超呢 深圳呢 是一比一 平了泰达 最终呢 泰达保急了 全网第一个 劝这个天津球迷 别担心的 就是我 我就觉得天津不会掉机 天津呢 现在打了16场比赛 十一负 四平一胜 保急 保急成功啊 有人说这个赛制 不合理 但是说实话呢 你说怎么是合理呢 反正大家都这样 那你说你深圳 别人都能 不输太难 你输了 那你不掉机 谁掉机 不是 你 你不往下走 谁往下走啊 对吧 所以这个都没法说 所以呢 天津泰达呢 最终啊 无论是这个 前锋线 中场 马哈迈多夫 前锋 这个苏亚雷斯 后防 等等 他是通过人员的 补充 因为球是人踢的 这阿哈迈多夫啊 其实能力真的很强 而且他踢球也踏实 他不像那些大牌啊 老动不动 弄妖鹅 他踢球非常踏实 包括今天呢 这个赛后发布会 说他父亲得新冠了 在医院呢 但是呢 阿哈迈多夫为了保急呢 留了下来 就这样的队员 说实话呢 那肯定 来 那肯定呢 是有价值的 来 跟 问大家好 说大家好 你别老张嘴 吐蛇子干嘛 你又不是蛇 咱们跟大家说一说 明天咱们要干什么去 养狗 养狗 明天我们将去通州 一个狗场 去挑一只金毛 因为他呀 猫毛过敏 所以我们那铃铛呢 只能先寄养在 我们一个亲戚家 但是对狗毛不过敏 人类你这过敏也挺神奇的 那行了 你是要睡觉了吧 那你唱一首歌吧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好吗 可不可以 因为大家会给你鼓掌的 好吗 来吧 那你这首歌呢 是很古老的一个歌 也不怎么着 就是你从哪学的呢 我听别人 听别人唱 就学会了 是吧 好吧 那你来吧 你看那么多鼓掌的 你看 来吧 那就唱一首 篱笆强的影子 来 预备 给开始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山油还是那个山油 年月还是那个月亮 完了 嗯 可以 不错了 你是全中国会唱这首歌 最小的小朋友 一般的不到40岁的都没听过 你居然能会唱 可以 当然这个不是你特拿手了吧 特拿手的是什么呢 起风了 是吗 那你再唱半首起风了 然后你就下去睡觉 好吗 我好像都忘了 不会忘的 想想 你看这么多鼓掌的 你怎么能说忘的 好吗 来 来 我想 快点 快点 人家那么多鼓掌的 你看那么多鼓掌 来 啊对 我像风一样自由是吗 好吧 来 啊 好 我像风一样 自由 站向你的门柔 无法挽留 你推开我身处的双手 你走吧 对啊 别回头 我知道 就是他今天因为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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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演出服对不对 所以呢 那感觉有时候找不到是不是 不是特别好对不对 没关系啊 等这个这周末爸爸出爸爸出差 等下下周吧 下周咱们找一天你把演出服穿上好吗 还像那天一样拿着麦克风边唱边跳好不好 可以吗 好那跟大家再见 你说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的掌声 快 谢谢大家的掌声 哎 好 去吧 嗯 好 嗯 去吧 嗯 慢点啊 嗯 怎么样 比较比较听话 啊 你跟他说 他说明白 他就该干嘛干嘛 啊 有的时候也闹叫 闹叫的时候 反正有时候会失控 啊 失控啊 但失控那个时候呢 一般来讲 你也别跟孩子 太太严厉 因为他也无法自控 他主要是困 明白吗 他主要是困啊 好 咱们这个 这刚才有一个插曲啊 感谢大家的鼓掌 因为小孩啊 他一看这个掌声啊 他就会调动 那以前呢 他不怎么愿意表演 现在有时候会经常问我 咱们什么时候能上舞台 啊 他的上舞台的意思就是 穿上演出服 就像那天那样 就是载歌载舞 啊 因为我现在回来啊 时间也比较晚啊 也没有 太多的这个这个时间来 来来折腾啊 等等等下周吧 等我从上海回来啊 等上海回来 咱们专门有一天 我直播一下 让他有的节目还可以的 好吧 好 咱们就说这个 这个天津泰达 啊 这天津泰达呢 是基于那两点 第一点就他人员得到了补充啊 中轴线啊 这是关键的位置 得到了补充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点呢 就是他心理准备要充分 就他自己觉得我已经是屌丝了啊 我我就准备逆袭了 而这个深圳的感觉自己还是高富帅呢 其实呢 已经啊 兜比脸都干净了啊 就是这位置啊 不好调整 当然第三一点是什么呢 玄学 就输多了 必然 要 要赢 哎 就输多了 必然要赢 打麻将 啊 这四人打 你要接 你一定不能接 一直赢钱的那家 明白了吗 他一直在那个位置 比方说他坐北风 他一直赢的 完了他说他不玩了 你上去 你就输 哎 你得看哪家输最多 你就往那奔 啊 这是从玄学角度来讲 啊 给我表白 你给我个表还行 啊 你给我个表白 我这么大岁数 你还给我什么表白的 我谢谢啊 嗯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深圳呢 呃 像今天这个比赛呢 虽然说也有机会 但是 关键时刻定位球的这一个束缚 这一下就给 呃 把这个 呃 气势就给打下去了 至于说 华夏幸福 那没办法 华夏幸福 本来就努到头了 啊 87分钟一比 啊 如果第一场 要能守一平 哎 然后呢 第二场可能还有点斗志 啊 第一场直接就 就是 那么努力的防守 防到87分钟 最后棒棒 被恒大连进俩 又是什么点球啊 又是又是这 远射呀 又是这 所以呢 这一下就 就是气可骨 不可不可谢 啊 再加上 谢日导呢 因为家里面出现变故 啊 回去奔丧 所以整个队伍呢 也就这么稀里糊涂了 啊 到此为止了 啊 所以中 这个 但是今天呢 呃 深圳还没调及呢 把这外园呢 已经是 以头抢地了 啊 手垃草坪 啊 就表明了 这个残酷的属性啊 已经悄然 而至了 啊 天津太达 今天晚上 庆功呢 啊 我呢 第一时间呢 我就联姻上了 荣浩 啊 我说荣浩 我说这位保急了 祝贺 我说咱们能连线吧 应该 我其实说的是过两天连线 他说没问题 但是今天晚上可能不行 我说不是今天晚上 啊 这荣浩啊 所以25号的中超连连看 啊 我们就连线这个荣浩 让这个荣浩不能后台播放 什么意思 什么叫不能后台播放 怎么还有后台呢 你现在看就行了呗 怎么还往后 为什么非得去后台呢 啊 一直播没有直播 啊 一直播已经不是微博的后台了 是微博现在是一直播的后台 明白吗 一直 微博是一直播的老板 所以你说一直播的后台 这就不对 明白了吗 所以以后啊 哥几个啊 要看就在这微博直播看吧 你现在还不会看出来这动向吗 肯定两家人不愿在一块了 明白了吗 不再联络了 不再联络了 他们俩 虽然说是微博收购的一直播 但收购完了之后他得归口了 要不然老在一直播那 他就老这个关联着 他不如在直接在微博直播 也不是分手 他俩本来就是 就是收购关系 我现在就已经不是一直亡了 因为皮质不存 毛质烟覆 一直播都快亡了 我还哪上一直亡去 我现在就是微直亡 我现在就想争夺微直亡了 没有一直亡了 好吗 一直播还有金币 是 我那还有呢 我都没往外提呢 我都现在每天抓紧时间往外提 赶紧提 提完了咱就到这来了 好吗 可不可以 微博录 我自己弄个平台 祖小将不就是我弄的平台吗 要那么多平台干嘛 不挺好吗 一会咱们再聊聊祖小将 先聊聊中超的事 那么这个 由于这个裁判呢 确实是引发了很多这个争议 所以呢 两名韩国裁判呢 千呼万唤使出来 本来是想请泰国裁判 还是哪的 人都不来 说来这儿 太麻烦 乱七八糟的 太麻烦 请韩国裁判 一场三千美金 两万多块钱 然后每天呢 我在这儿待着等着 没有工作 你也得给我三百 所以韩国人 你一想 这钱还是可以的 对吧 出一场球是两万多 人民币 是吧 回去 再带点产品 是吧 干得过 当然了 这俩裁判呢 一个在夺冠组 一个在保机组 估计最关键的比赛 得是韩国人执法 毕竟韩国呀 离得近一点 那我再直播几次 你把金币送出来 谢谢 你看这哥们 你真的 你真的是 当代活着的 谁呀 鱼工吧 你看这朋友说 一直播 他有点金币 你把金币 准备最后一点金币 再献给我 不是献给我 再赏给我是吧 行 到时候哪天 我在直 在一直播 我在做个告别 等我把这一直播里边 我的金币都提出来之后 我就准备 挥别一直播了 好吧 咱们以后呢 就都在微博上 反正都行 好吧 哪是女的呀 也别先 你先别卸载 你先别卸载 好吗 微博有回放 肯定有回放 就放心吧 好吧 嗯 然后呢 明天呢 呃 将会是 永昌对大连人 啊 呃 国安对鲁能 本来呢 我是明天下午啊 应该是去上海 啊 跟这个左小将的 一一的红队 去打后天开始的 这个 可乐杯全国总决赛 当然呢 这个 正好明天晚上有解说 啊 所以我呢 就 安排了这个 呃 安排好 然后我呢 是解说完了之后呢 呃 夜航 15秒 啊 左右啊 入驻 啊 凌晨 三点钟吧 然后第二天早晨呢 十点钟呢 带队打比赛 啊 一天三场比赛 啊 所以明天呢 我们就 呃 解说完 就从 PPTU的演播室呢 就直接奔机场 哎 呃 永昌和大连人 永昌呢 呃 和大连人这场比赛呢 我 我 我觉得呢 你们 你们看好大 永昌是吗 我看好大连人 我看好大连人 真的 因为大连人呢 呵呵 就是 他还是 怎么说呢 就是贝尼特斯 在关键时刻 还是得相信一下 这个世界名帅吧 啊 另外一个呢 你看啊 第一场比赛呢 大连人呢 我看了看那个指数 大连人就让球 结果呢 永昌赢了 第二场比赛呢 按说 你大连人都已经输一场了 你第二场 你第二回合 即使让 是不是也让的少一点 因为你第一场 你都没让动 没没想到呢 好像第二回合 让的更大 这个我就觉得 里边有蹊跷 啊 所以我 我觉得可能大连人 能翻盘 当然我要说 没翻盘 你也别骂我 咱这个 都是感觉嘛 都是感觉 啊 然后呢 就官和鲁能 我坦白说啊 尽管呢 这个 我对鲁能啊 还是有点感情 这感情来自于哪呢 第一呢 比如说 在鲁能 效力过的一些队员呢 跟我关系还是不错的 早年间呢 有邓乐军 徐扬 啊 这曾经在鲁能啊 效力过 对吧 然后我跟韩鹏 也有过互动 跟王永破 啊 到现在 时不长 也能发个微信 跟王大雷 啊 就上一轮 他表现非常出色 我还给 我们也有过沟通 跟李肖鹏呢 我们还一块说过球 啊 然后再加上呢 我身边呢 呃 这个 清华马班的陈老师 呃 是山东人 而且是鲁能球迷 班尼呢 就是左路疯子 班尼呢 以前呢 是山东鲁能 全球 全球 山东鲁能 全球后援 后援组织 亚太大区 中国区 北京分部 秘书长 啊 班尼啊 呃 几年前呢 我班尼呢 还没没 没跟我一块工作的时候 他们那个鲁能啊 在北京的 球迷会啊 搞年会 他们还真的 让我去了 没给我钱 啊 就是没给我钱 就请我 说董哥 那个我们 这个鲁能的 这个北京的球迷分会 啊 今天晚上有一个 大会 说你看 您能不能 有时间过来 我这个人呢 一般来讲 都是 就是看顺眼了 就关系都不错 就无所谓 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有没有 有没有当时在场的鲁能球迷 有没有 但是呢 我坦白说呢 我真的不喜欢某些鲁能球迷 就是这波 就是按说山东人呢 应该是个 就孔孟之乡 对吧 都是 就是有点道义 对吧 就梁山水不梁山 类似这种 都是应该是 陆林好汉 对吧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些 这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特别狠 按说呢 就是 山东人应该是比较豪爽的 哈 但有一些山东人真狠 他们特别狠呢 就是他就是你得罪了 他能整死你 真的 就是 我 你还得罪我的人 我有时候我还有侧隐之心 就是我觉得 别下手那么狠 但是我就觉得山东人有时候下手真的挺狠的 就是 你有句话说错了 他给你祖宗八代 全给你烧上 当年呢 我就深受其害 因为我质疑了库卡 就一个库卡 你说一个库卡 对吧 能有怎么着呢 不就是一个南美的 22年下了22次课的一个教练吗 他带山东鲁能 我就说他不怎么地 结果惹了一波 山东球迷 这他妈的 不论是贴吧 什么 什么 QQ 什么 百度 什么 微博 哎呦我去 这给我骂的 这给我骂的 就是我什么事 有的没的 全都给我编出来 就恨不得 我操 我是十恶不赦 啊 父母 啊 儿女 全都 哎 都给带着 我他妈一着急 我就说了 我说行 你不是 你不是反我说鲁能吗 我不说 啊 库卡不下课 我就不解说鲁能 我说我那一年就因为 本来鲁能好多比赛都我解说 但是我就坚决我就不说了 我说我他妈 我 我 我大丈夫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我说我就 我就不解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跟谁较劲的 对吧 我说你要 那么对待我 我还说你去比赛干嘛 因为我当时判断 库卡 当年年底就得下课 结果呢 我判断错了 他联赛踢得稀里糊涂 但是足鞋杯 最后时刻 这叫什么来着 澳大利亚那个 崩 把这球打进去了 赢了江苏苏宁好像 赢了江苏顺天 得一足鞋杯冠军 麦克格文 结果库卡留任了 哎呦我当时我这个凹头啊 我说得了 我这个又不能解说了 少赚了不少钱 但是我也无所谓 对吧 咱面子比钱重要 对于中国男人来讲 面子比钱重要 像我这种臭知识分子 但后来呢 就是我看库卡呀 有点要下不去的意思 后来我就安排了一件事 我要让裁判打压呢 后来就出现了 在更衣室 还是什么球员通道里边 裁判跟他搭起来了 完了他怎么着 反正最后被中国足鞋给停赛了 完了我就 他就下课 他就走了 走了 走了完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解说鲁能的比赛 就这么点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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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就是我呀 我别的球迷我也得罪过 北京球迷我也得罪过 北京球迷也有个把呀 特别孙子 真的特别孙子 反正就给我编故事 说我当年呢 为了讨好官队队员 我呢给他们洗袜子 我给他们洗袜子 你倒没说 我给他们推油 我还洗袜子呢 是吧 完了还有个编 说我当年呢 带着北京官队队员呢 去喝花酒去 反正总而言之呢 就是特狠 这帮孙子特别狠 所以 就是得罪君子 也不能得罪小人 得罪小人 真的你真受不了 是吧 哎呦 反正 别的地方球迷 我倒没看出来 你比方说上海的球迷 生花球迷认为我呢 是上岗的狗腿子 啊 然后但是姬与阳呢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啊 在这个 他 他有七八个 上海生花球迷群 每个群都四百 八十多人到四百九十五人 然后很多人就说 董路啊 被上岗上岗收买了 老子们讽刺 挖苦 攻击我们生花 啊 还经常模仿 我们生花的 铁杆球迷 啊 不行 生花都降级了 是吧 这是老模仿 那 然后这时候呢 这姬与阳呢 在群里边说了 说 别人我不知道 他懂路 啊 我了解 他绝对不可能 为了钱 啊 去这个 说这个 啊 就是故意 什么攻击谁 小姬 关键时刻 真的是可以 虽然说我去上海 小姬 呃 我认识她 94年认识她 到现在27年了 26年吧 26年 26年 我去上海 没有五十次 也得有四十次 吧 当然呢 小姬呢 就请我吃过一顿 拉面 就请我吃过一顿拉面 啊 呃 然后有一次呢 是开车 带我去的东方绿洲 晚上 我那次 我是真是 我这吓坏了 你知道吗 就小姬开车的样子 就跟盲人开车一样 真的 就眼瞧着 眼瞧着 前面就是蹲着了 这哥们还往前开 完了 他看不清楚 还给我给吓的 那一路 本来去东方绿洲的路 就比较阴 阴暗 对吧 但是我后来我说 我说 黑暗 不会永远笼罩大地 我说完这个之后 小姬就放开了 放开了 啊 小姬那次就是开车 后来我就说 我说姬云阳 我说你这个开车 谢谢 我说你这个开车 这个技术怎么 我说你这个开车 这个技术 你每天你怎么上路啊 他说 他说我每天我不开车 我坐地铁 你看多省钱啊 不开车 他那天只不说 我说那你今天为什么开车接我呢 他说因为车放的太久了 他说我总得出来溜一溜 正好赶上了 其实他那天并不是为了接我 他是为了溜他的车 因为他怕他的车发动机啊 最后最后自主了 明白吗 因为老不开 啊 就因为这个 他才他才开出去的 你想啊 他好几年不开车了 大晚上呢 奔着东方绿洲去 啊 真挺吓人的 完了都已经到东方绿洲了 还转了半个小时 不知道从哪进 不知道从哪进呢 那天晚上给我折腾坏了 妈给我折腾坏了 嗯 嗯 然后我我还得罪过 我得早年前得罪过一个延编酒迷 1997年 我 那哥们 那哥们呢 就是 呃 当时的直教延编队的教练叫崔英泽 崔英泽呀 是一个韩国的 一个教授 吧 教授 崔英泽 我呢 可能是在精品购物指南呢 我写了一篇文章啊 对崔英泽的 技战术打法 提出了我的一些不同意见 结果有一天 一个人高马大的 得有一米九 小伙子 直接啊 背着包 到了精品购物指南 到门卫 点名说要找我 门卫告诉我说 楼下有一小伙子找你 我说谁呀 他说一球迷 我一想 哎呦 我到报社工作了 仍然还有外地的穷迷 千里迢迢啊 来到北京 要见我 我当时我也挺激动的 我就下去了 我兴冲冲的 我说我到了 我到了 我跟他 我说 哎呦 我说你好 我说你是怎么着 是咱俩是合格影啊 还是我给你签个名啊 那小伙子没动 没动地方 没动地方 眼睛直的 我操 我当时我一看 因为我也见过很多人呢 我东北要过债呀 我知道这样 这样的眼神意味着什么 明白吗 因为原来我也这样一事 我完了 我一看他 我就想 这我这有点 完了他跟我说俩字 道歉 哎呦 我说 我说什么情况 我说怎么 他们不认识的人 怎么一见 一见我就 说俩字道歉呢 我说兄弟 我说 怎么道什么歉呢 他说 你为什么要 侮辱教授 我当时懵了 我说我研究生 我都没念过 我他妈没有教授 我哪有 我这是侮辱哪个教授了 谁谁被我侮辱了 教授都能被我侮辱了 他说崔教授 我当时脑子想 姓崔的 崔永元呀 崔永元那时候还没到广院当教授呢 我说崔 什么崔谁呀 我说 崔英泽教授 就这样 完了就 开始啊 给我讲 说崔教授 非常非常 敬业 崔教授 非常非常的 这个 渊博 崔教授 是 炎边足球的 东方红 太阳神 崔教授 是我们炎边球迷 心目当中的 神 是我的信仰 It's my religion 然后你呢 写文章 你质疑他 你侮辱了他 请你道歉 这时候我一看呢 报社的保安 已经 已经到位了 已经到位了 如果报社保安要 不到位呢 兴许 我也可能会道歉 后来我一看 保安都到位了 这事呢 我就觉得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呢 你的信仰 不是我的信仰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不是所有的 个人的信仰 都是公共认可的信仰 比如说你是天主教 那是约定俗成 对吧 你说你信天主教 完了我跟你 说别的 你跟我说 你说我侮辱你信仰 这个我接受 你信崔英泽 可是 信崔英泽 你不能成为一个 所有人必须尊重你的信仰 对吗 那我还信 狄狄热博呢 对不对 你不能这么着 所以我就跟他就 进行了一番理论 后来我说 其实是这样 我说呢 你这么想 第一呢 你信崔英泽 崔英泽也不知道 对吗 他说 我说他知道吗 他知道你信他吗 不知道 好 我说第二呢 我说崔英泽 他也不见得知道 我说他能知道吗 我说你们那 沿边有卖金鸣公子男的 没有 对呀 我说你信他 他不知道 我说他 他也不知道 咱俩在这干嘛呢 他说也是啊 是吧 我说不是足球吗 而且我说 崔英泽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走 他走了 你说你信仰走了 你人不就是活着 就跟死人一样吗 对不对 你还不早点把这个 信仰给他割裂了吗 不就完了吗 你要把信仰 什么是信仰 足球是信仰 对不对 足球是信仰 你不能信仰到每一个人 是不是 我说你看 先帝创业未斑 而中道崩俗 天下三分呢 一周疲毙 此诚危机存亡之秋叶 我这小伙一听 蒙了 蒙蔽了 因为他可能汉语都不太好 明白了吗 一听我说古文 也蒙了 最后说一句 东老师 我能把你当成信仰 我说你早 就应该这样 这段可以吗 现挂 可以吗 音不准对 你说的对 这就你看 一听就有这个 有这个高手 我也觉得音不准 普遍 偏低 通过 这回好了吧 好了点吧 查我论文的时候 唱一首再回首吧 这个回忆了1997年的这段 关于信仰的往事 唱一首再回首 再回首 背影已远走 不对 云折断归途 再从来 再回首 云折断归途 再回首 你远走 腹中追问 才知道 平平淡淡 匆匆 融融 在时针 再回首 恍然如梦 再回首 我心 我心依旧 只有那 无尽的 长路 盼着我 再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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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了小块 咱们把中超聊完了 国安队鲁能 咱可这么好 咱可说好了 明天甭管是国安晋级了 还是鲁能晋级了 甭管是国安掉下去了 还是鲁能掉下去了 咱们别骂解说好吗 好吗 咱们第一别查解说论文 好吧 你查也白查 我呀 我就没念过研究生 我本科的论文 可能都没写完 因为是关于负养膜的 你都没听过 你光听过富婆 你没听过负养膜 我毕业主要研究的 就是负养膜 负育的育 不是负 负育的负 氧是氧气的氧 膜呢 就是这个塑料膜膜的膜 是负养膜 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这个技术 负养膜 这个技术 到底 发展到什么样了 反正 我当时 毕业时候 所有做的 关于负养膜的实验 都是失败的 他好像的意思呢 就是通过这个 还得 摔 反正总而言之吧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 空气 经过这个负养膜之后 然后呢 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 这个 氧气 离子 特别丰富的 是这么一个技术 现在有吗 查理心呢 我觉得 这 理心是文科 文科的论文 更是 全是抄的 好吧 三个说好了啊 别明天 又出过什么争议 然后我表达一态度 完了 你们又开始查我论文 别这样 没意思 有人说 那 就是 学术 反腐 难道不应该做吗 我说你可以做 你现在你就开始 应该随便查 你别最后 人得对你了 你查人家 这也不好 最后变成了 反腐 靠小三 你妈 反学术 腐败 靠我妈 求迷 你说这什么 哪个哪呢 你说这 真的 别查我论文 好吧 别查我论文 但是呢 我实话说 我呢 我看好国安 这个 跟 跟情感 都没关系 你想国安 老板 已经 又给我拉黑了 都已经 那阵子 还通过别人 买我的烧鸡呢 现在就因为 有两件事 就给我弄黑了 给我拉黑了 国安的各方面 都不愿意跟我接触 什么清讯的 这那样的 都不愿意跟我接触 反正有的人 跟我接触接触 反正在国安那边 估计也上了黑名单了 所以呢 就 就这个 就这个 就这么着吧 我呢 鲁能呢 我也 鲁能其实我们一直 关系还可以 因为 早年前呢 我曾经有一个 小视频 七千多万的流量 是我在街上 自拍 骂鲁能 外援的 你们还记着吗 就是 有一条视频 特别火 那个时候 幸亏没有抖音 如果要抖音的话 那我就 我就一下 我就奠定了 我这小斗王的 这个 田中斗力王的 我这个地位 还记不记得 就我有一个 在街上的 我这个 说这个 就是鲁能外援 就是 不卖利息 有没有 2016年 对对对 塔尔德利 游西雷 是吧 对对对 那个 七千多万 一个视频呢 七千多万 比那不雅视频 也差不了太多 真的 这流量 然后呢 因为我那个视频 影响力比较大 没过多少天呢 就是鲁能 有一副总 就来北京啊 专门见到我 一块 就是 那意思就是说 征求征求 董老师的意见 就是您看对鲁能怎么样 我 我说 我说我只是一个足球评论员 我也不是专家 我谢谢您呢 就是专门来北京 我说我呢 完全是对事不对人 对事也不对这个俱乐部 我并不是说想黑鲁能俱乐部 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呢 这个这个球不能这么踢 完了 我们就在这个 一个 五星级吧 还是四星级酒店的大堂 坐了一会儿 坐了一会儿 基本上是这样 后来你看我们跟鲁能 清训关系也不错 就是把原来09教练给打下课了 但这个也不能怨我 你得怨矿轿雷 我不能决定能赢还是输 都是他们提你 他们提你 不是宾馆 是酒店的大堂 你想的 又想的歪了 好吧 我为什么看好国安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 就是因为国安呢 他这个体系呢 他相对成熟 而这个豪伟呢 和李肖鹏呢 他其实不是一个 简单的延续 豪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像鲁能的金净道 也伤了 金净道 其实在整个战术体系当中的 作用非常大 段刘渝是一个不错的队员 但是坦白说 你作为U23的队员 他的能力和经验 还不足以啊 就是在这样的这种 特别强的对手面前呢 来展示自己 而国安这边呢 奥古斯托呀 什么张希哲呀 可能这个 有可能上 所以从整体实力来讲 纸面实力 或者是 怎么说呢 就是 还是国安占优 因为呢 国安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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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能呢 他这个 吴兴涵又上不了 刘彬彬呢 现在踢球呢 有点奔着陈彬彬的去了 就是以后叫彬彬的 我觉得这种谍音呢 反正注意点 你看范彬彬 不是范彬彬啊 你看也最后也 也 是吧 所以呢 还注意一点 就是 嗯 然后呢 就是 也行 也不是不行啊 就是 像 像鲁能这个 也不是说就是 鲁能也不是说是 我不是说鲁能差 而是我觉得第一回合 虽然说 争议很大 为什么山东鲁能的球迷会觉得争议很大呢 其实主要跟这比赛的 当然跟裁判有关系啊 主要跟这个比赛的进程也有关系 明白了吗 跟这个比赛的进程 因为 2比0领先 2比0领先呢 等于说2比0领先的时候 说实话 谁要说能坚信 说鲁能 国安还能给打回来 2比2 这个都是扯 我觉得没了 我当时觉得 因为鲁能的防守不差呀 所以呢 2比0领先到2比2 这个过程 即使没有裁判 鲁能的部分球迷也得骂人 我说的对吗 是不是也得骂 但是呢 因为有了裁判就好了 大家都调在一块了 明白了吗 就是 以前还说 咱骂 咱商量一下 骂谁啊 骂豪伟啊 还是骂李肖鹏 还是骂谁 卡大尔 还是骂佩莱 上上商量 你什么意见 我觉得得骂佩莱 骂佩莱啊 那你呢 你什么意见 我觉得得骂豪伟 因为 这球明显 跟裁判有关系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骂谁 骂王瞳吧 王瞳那解围 没有爱解围 咱为什么不骂裁判呢 裁判这球 给我弄的 给他弄一点球啊 对了 原来是争执不像 现在呢 因为有裁判了 大家都统一思想 开始骂裁判吧 这书旁边说一个 查查论文 好 这这这这 就就演变成了 就这样 这个过程啊 是这样 如果鲁能是0比2 落后 搬成2比2 说实话 谁也不骂 主要人呢 心里 就心里过不去 心里 心里过不去 别骂孩子啊 骂董璐 你看人天津的球迷 对吧 我们去天津比赛去 旁边那个 别骂孩子啊 别骂孩子啊 骂董璐 就我们有一小孩 可能有一个 有一个铲球的动作 那个动作可能有点大 实话说 然后呢 这个旁边的 这球迷就开始喊 有的就可能要准备 要骂我们孩子了 结果人家 旁边有一老哥 拍耳子起 别骂孩子啊 别骂孩子啊 骂董璐 你看这个节奏 天津人呢 这个 因为他这个相声 这个发源地啊 他这个人呢 说话里有节奏 这个节奏 你看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特别快 别骂孩子啊 骂董璐 这就没什么意思 要会特别骂 别骂孩子啊 别骂孩子啊 骂董璐 这个呢 也不是不行 但是差点意思 他那说呢 别骂孩子啊 别骂孩子啊 骂董璐 你看就这个 就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 明白吗 什么都是节奏啊 真的 这个节奏啊 真的是太重要了 这个节奏太重要了 为什么呢 就是人呐 因为人的思维 实际上的人的思维的节奏 是一个定 是一个定的节奏 没听说 我今天我这个 我这个思维是 明天我是 不是 人的思维是一个节奏 基本上是一个节奏 所以呢 当你 办事情 说话 节奏发生变化的时候 首先来讲 给对方就会带来 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冲击 我举个例子啊 你就明白什么叫节奏了 比如说 你 比如说啊 你追一个女孩 比如说啊 你追一个女孩 认识了 认识了啊 每天呢 没事呢 都发两条微信 而且呢 准时准点 晚上八点 也不多聊 聊个三五句 哎 吃了吗 最近怎么样啊 哎 昨天你看那电影了吗 哎 你上车了吗 上董路的车了吗 等等吧 聊聊 连续十天 刚认识啊 也不多聊 因为你多聊啊 就容易打草惊蛇 啊 你就聊 随便聊 就是有的没的 聊一聊 发个图片 发个表情包什么的 十天之后 到第十一天 不发了 到第十一天空了 空了 啊 到第十二天 又空了 到第十三天 就发一表情 那边就懵了 那边 因为什么呢 你把节奏啊 给打乱了 他第十一天早上 晚上 七点多钟 就洗完澡了 躺床上 等着你八点钟啊 跟他聊天了 结果 你没聊 没聊啊 没聊 他夜里三点多才睡 为什么呢 他得想 不对呀 这小伙子怎么 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了 每天都是八点的 八点给我聊啊 怎么今天怎么 半夜两点多还没聊呢 他就会想 干嘛去了 哦 是不是有别的女孩 追他呀 他是不是又喜欢 别的女孩了 是不是工作忙啊 哎 完了女孩开始 到第四天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马查他论文 这就是节奏 什么是 我跟你说啊 什么是快 足球比赛啊 足球比赛的都追求快 变是最快的快 这个变 在足球比赛当中 什么能够变呢 我今天呢 给孩子们留了个作业 视频作 视频作业 就看段视频 然后呢 完了这个留言 就是 是尤文图斯昨天进的第一个球 我今天其实也发微博了 然后呢 我就给孩子们留 好多孩子都 这个 这个 好多孩子都那个 发来的语音 发来语音呢 我给你推荐几个啊 首先呢 这叫什么型呢 这叫 第一个回答的 是 邝赵雷 因为小框现在不参加训练 所以应该说呢 有可能 可能他这个 写完作业他早 别的孩子 他8点28 他就 我是8点 21 我发的作业 他8点28就回了 因为别的孩子 可能还没到家呢 或者刚到家 正琢磨着吃饭呢 小框已经 吃完饭 写完作业 洗了澡 在床上躺着呢 等着我视频作业 明白吗 所以他是 聊的是 董老师好 我从这个视频当中 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就是 就是 莫拉塔他 非常积极 而且 非常兴奋 从一开始 中场拿球 他就好几次出来接球 到最后面的 补射 这都是属于一种 非常积极的心态 而且 比如我吧 如果我打中锋的时候 就那个 中场那个人 射完门之后 我一般都会在那站着 因为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想 这球应该是进了的 或者 这球会弹 或者是 打出键 但莫拉塔 他 没有这么想 他就想着 就想着 只要这球 没打进 我就能补射 所以呢 这球 他非常积极 所以才能把这球打进去 嗯 哎 就这个球呢 他就 哎 看自己的位置 中锋 啊 那么他重点分析了 莫拉塔 这都不算神的 这里边最神的是一个叫魏子轩的孩子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魏子轩呢 他 不论是凭拜人 还是游文 还是曼城 还是曼联 我留的作业 只要跟 就是凡人 甭管是哪个队 他一定 把这球员的名字给你 给你说全了 有点小将詹俊的意思 你听听啊 你听听啊 你看着有点赖 你看着是不是有点赖 这就是打马虎眼的 这小子聪明 他给你赖了唧唧声吧 让你啊 先对他的这个回答呀 预期降低了 对吧 随便说两句吧也就 但是接着 他开始出招了 听着啊 邓老师好 看完您发这个视频 这个进球呢 就是首先是 左边后卫 大尼罗横向 给到 德米拉尔 然后德米拉尔 第一脚停球 直接听到了 身前 没有听到自己的脚下 直接给到了 直接给到了夸达拉多 夸达拉多 在横向找找到了文乃库尔 文乃库尔在长船给到了小基耶萨 然后小基耶萨一个漂亮的过人给到了拉姆赛 拉姆赛一个脚后跟 库鲁赛夫斯基跟上打门被门叫脱手 莫拉塔跟进 把球打进 这个球 很 快拉多呢 首先是快拉多 快拉多呢 他传了球就立马化 虽然 对 虽然队友没有给 但是 他 也把 方向端吸引走了 还有就是德米拉尔的第一脚停球 然后呢 就是 小基耶萨的这个过人 他的这个过人 首先呢 是慢 节奏非常的好 首先是慢 往里带 然后突然加速 然后他的手上动作也有 还有拉姆赛这个脚后跟 如果还是他在脚后跟之前 如果还是他不观察的话 他肯定不能做出这个动作 因为他在接球之前就已经观察到了 就已经观察到了库鲁赛夫斯基的位置 还有莫拉塔 在 门前补设非常的积极 童老师 您好 看着您发的游文的一个进球 我觉得这个球进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游文有两次大范围的转移 这个大范围的转移的好处呢 就是 他可以调动对手的对手的防守 可以万一那个后背没得跟上 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个空档 完成直塞球 然后呢 在这个视频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在禁区里混战的时候 游文图斯的阴名队员 用后脚跟 磕给了后 自己身后的队友 这个球呢 我觉得他 这个用的后脚跟有两个好处 一就是隐蔽 二就是还能 争取时间 如果你转身再传 可能就会被断 或者 如果传出去了 也会被对 对手 上来 防守 因为他中间插波的 因为同时发 可能小魏发了三条呢 刚才是张伯晨 小魏最后一条 还有就是 我觉得防守这边 他们 他们毕竟是人数多八打 我怎么能让他轻易的 把这个球给打进去呢 所以我觉得防守应该 深重反思 应该反思 看见没有 就很多孩子都有啊 还有我再给你推荐一个 就是 罗继王 罗继王呢 小将 罗继王呢 不是不能叫罗继王 小将 格式王 格式王是黄宇超 黄宇超回答一个问题 他的格式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呀 你看啊 刚才您好 看完您发的这个视频以后 我觉得游文做的好的 地方是 一 传给了夸多拉多的时候 夸多拉多 虽然是往回停 但是呢 停进了空档 没有停到脚下 而且早就发现了中路 的队友 来再接球 分球之后呢 夸多拉多 马上前插 吸引 走了一个对手 才让 队友有更大的空间 队友转移以后 小吉耶萨 虽然没有抢第一点 但是他拿到第二点以后 冲着对方带 慢带 慢带 突然快带 他是非常有节奏的 他向内带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手上的动作 对手以为他要传球 所以 马上伸脚 准备拦截 但是小吉耶萨 一扣 非常巧妙地 缓过了对手以后 左脚立马跟进 这个球 如果小吉耶萨 多带一步的话 对手肯定会跟上 而小吉耶萨 连接得非常快 直接传给了中国的 拉姆赛 拉姆赛 第一脚停球 虽然没有停好 但是 把球护住 没有让这球丢 拉姆赛 打了一个后脚跟以后 跟进的队友 爆抽 虽然没有打进 但是莫拉塔 还有补门意识 马上上前 将这个球补射入网 拉姆赛 打后脚跟的时候 他首先 有的点呢 是提前观察 才能发现 否则的话 他很有可能 这一个脚和跟 就给了对手 让对手 来了个反击 拉姆赛 提前观察了以后 后脚跟 非常隐蔽 没有让对手察觉 并且跟进的队友 并且跟进的队友 虽然是爆抽 但是 让门将脱手 当时莫拉塔 并没有一直在看球 而是等着 队友射门以后 准备补射 在自己队友射门了以后 防 防他的对手 下地 想拦截这球 但是呢 没有拦截住 所以莫拉塔就没人盯了 当门将扑 莫拉塔就可以轻松的 我就听听他有没有二 防守方面 一 快的拉多拿球的时候 整体阵型 不紧 而且给快的拉多的 压力也不够 快的拉多给了中场以后 中场上的人 比较晚 所以让 自己的队友 所以让对手 中场转移了以后 对手就会有很大的空间 小吉耶萨拿到球了以后 那个 自己的队友 没有来补防 而是都到了进区内来盯人 如果小吉耶萨 这个球过去的话 很有可能就没人来 补 小吉耶萨 假动作一扣的时候 自己的队友 没有人补防 而且 防 防小吉耶萨的那个队友 转身的时候 他向 他向 他从左边转 这个转身 我们之前也犯过 如果这个转身 当时小吉耶萨 如果是老二的话 他就肯定会再扣 这个时候如果你 还是那么转身的话 你就非常被动 很有可能都能把你给晃倒 在这个视频中 我学到了 一 做 做 一些传球的时候 要有隐蔽性 并且要 传球要加力 二 要有补门的意识 不能队友射门了以后 门将 扑出来 你看 要有 补射的意识 也要有 保护门将的意识 如果对手 射门了以后 你不保护门将的话 对手 如果 补射意识好的话 上去一个补射 这球 就会被禁 三 在过人的时候 要冲着别人带 带着带着 要有节奏的变化 或者是 或者是 手上动作 要有假动作 有点啰嗦是吧 他前两个一 我就一直在等二 没等来 他第一个一 说完了 我等二没等来 就等了下一个一 第三个一 我以为又是这样 没想到呢 一二三来了 后来我一问他 前两个一 不是一二三的一 就是那种 一 接夫 就是语系词 就表明说我要说了 一 虽然说呢 这个 用这点时间呢 大家可以 就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 他自己分析的 他自己分析的 这里边呢 他们进步还是挺大的 就最开始呢 一年多以前呢 让他们做这个视频作业的时候 有的可能得用得发十八条 但每一条就这么短 为什么呢 按不住 因为力量小 按着说话嘛 老说两句 董老师我们讲 董老师我刚看 您给我发这个 第二条 视频 这个事 小街萨的突破 就这样 再见 他按不住 现在呢可以了 现在 小孩还都可以 但是呢 你这个进球啊 非常典型 就球场上的变化 包括什么呢 有人说 变化 可能人员变化 打法变化 阵型变化 对不对 这都可能是变化 但是在比赛当中 在这个比赛当中 他这个变化 第一 攻击方向的变化 这是变化吧 我从左边攻 然后突然间 我转到右边 这就叫方向的变化 对不对 线路的变化 比如说我这是 横的横的 啪直的 这就是线路的变化 速度的变化 慢慢慢慢快 突然间 加速 快 还有就是节奏的变化 还有长短的变化 原来啪啪啪啪 咚 这长短的变化 所以呢 在足球场上 这种变 是无处不在 这个变化 之所以说足球 它有很多 不可预知的部分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变量太多 它的变量太多 它的变化太多 你比方说 中国象棋和围棋 可能相比呢 可能是围棋的变化会多一些 你说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 它也是有不同的区别 所以呢 孩子 谁能够 为什么没有一直播呀 我不说了吗 一直播 一只网 已经成为历史了 History 以后呢 就在这直播了 好吗 朋友们 以后啊 多半就在微博直播了 但今天呢 其实直播主要是 微博说呢 我们这个要带货 微博要推广它的带货功能 所以大家看一看啊 就这个 我们现在就是 你嘴里边有味 你拿这个喷 这个母婴都可以用 马上就没有 大家可以试一试 还有这个瓜子 瓜子 还有这个五谷凤爪 这瓜子很大 现在我们都卖了几万袋了 都卖过几万袋这个瓜子了 讲讲这个 然后明天呢 就是国安和鲁能 我解说 解说完了之后呢 晚上11点半的飞机啊 飞无锡 然后再从无锡呢 去上海 然后两天半的比赛 25号上午中午结束 25号中午呢 就下午啊 或者傍晚的时候 就回北京了 这瓜子非常好吃 万一有加石呢 哎哟 这朋友说的真对啊 万一有加石呢 万一有加石 真的这事可真不好办 这个没想到 就双方打平了 是吧 再提30分钟 一般我们10点钟能结束 再提30分钟10点半 中间再休息 10点45 11点半 那完了 那赶不上飞机了 班尼 人这朋友都想到了 万一打加石呢 怎么办 那就只能第二天早上 7点钟 飞上海 7点的旁边 9点多到 10点半是第一场比赛 没有加石啊 直接点球 有加石好像 有加石 第二回合有加石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那个 看看我们那个产品 好吗 下几单 有这个45度炸的挂本 就到这小黄车 就这 就这 点开看看 好吗 我觉得那薯片 真的可以 30块钱 幸福一车人 鸡爪也可以 真的 这鸡爪 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 有朋友 到一楼的冰箱 里面呢 把那鸡爪拿来 给我送来 不知道能不能 就是今天晚上 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因为可以跟 这个 朋友们分享一下 就是到 一楼的冰箱里面 这个五谷凤钞 给我拿一袋 我就想 如果能 实现 就挺好 有个朋友说 他已经拿来了 黄海 能不能上岸 我觉得 学 说说 严俊玲 严俊玲 这事 我不太清楚 巴黎队 曼联呢 我就看了看 几几 我现在 夜里边 看球的欲望 不是很强烈 真的 我昨天解说 那个油文 比赛上半场 踢的真的太差了 薯片一包多少克 我什么 我近点 放店里卖 这哥们 我看 行家 这哥们 这哥们要近一点 这没写 净含量 41克 这是原味 这是蜜蜂 咱们开个原味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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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不错 真的 外国人 外国人呢 经常吃的 就差不多 就三块钱 三块钱一包 品质 一直播恢复了 什么意思 我们同事昨天 把那鸡爪子放我们家冰箱的 冷冻里边 现在就是冰饺 所以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也好 留点悬念 冰箱就吃了 咸鸡 如果esch待 我会不会吃 那么 正好 咱们说小姜 还有什么问题吗 建业1比0 我坦白说啊 今天深圳平泰达了 在过去的 9场比赛有5场是平局 平局出的有点多了 我的感觉 泰达 深花上岗 我认为 我认为如果深花 击败了上岗出现 就是 晋级 崔康熙 可以封神 封神榜 因为 深花和上海上岗 实力差距 可不是一星半点 摩比亚 莫雷诺 就这俩外援 还板凳 做的俩都不敢用 你就说 谁引进的外援 你要说是 说刚来也行 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现在买外援 肯定是技占力 来了就得干 结果你最后 能让崔康熙 把你引进的外援 都放在替补席上 外援都不敢用 这 这引进的得多差呀 小邝最近如何 小邝昨天还去了基地 他挺好 也就是说 他现在正在 调整身体 他没有别的变化 他也没出国 他也没去别的梯队 他跟我们之间 也没有 合同 矛盾 我们之间都没协议 所以呢 况且 如果你要真关注 矿转雷 他爸爸昨天 刚发的动态呀 他爸爸昨天 刚发的动态 这不小块吗 这不顶球呢吗 昨天在基地 所以就是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这么个情况 没有什么大牌不大牌的 你看他视频作业都第一个交 就说明还是 人小块是 真没你们想的 那么把自己当个多大的球星 小块始终保持着谦逊 这个孩子 他永远会承认别人很优秀 真的 他是那种比较质朴的 就是一般的 你把小孩有点心眼 他会 他不说别人好 对吧 他不是 他比方说 老二的过人 真的像梅西 他是这么夸人 情商很够 有梯队看上小块吗 你这话问的就好像 有男的看上杨幂吗 你就这样 你说怎么呢 你说怎么聊呢 哎 有没有男的看上杨幂 你说怎么聊 你看上有什么用吗 你看上了 你倒看上了 有用吗 而且也不仅仅是小块 外界对中国 有很多有很多东西是误解 比如说有的认为呢 就是足小将等于清华附中 就这个我都纳了门了 足小将有那么多队员 都已经 比如李显文 这足小将最元老 李显文现在在八一学校 如果足小将等于清华附中 那李显文为什么不再等一年就上清华附中呢 对吗 就是最简单的例子 所以呢 有一些有一些家长就懵了 就是就是他也弄不清楚 我们是一个平台 足小将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上的孩子 以公开 透明的方式 呈现在公众面前 接受每一位关注中国足小将 关注清训的 哪怕是普通球迷的 检阅 你除非你不关注 说我不知道足小将的孩子 你连足小将孩子都不知道 那你别的孩子 你可能知道的更少 对吧 那不然你现在你把福利 广州福利 广州恒大 手帕阵容你写出来 我看看 全中国能有多少 除了家长 对吧 但是小将的孩子 可能知道的还是多一些 相对多一些 就说明呢 我们是可以讲 在目前中国 有点水平的 情绪 咱们说有点水平啊 我不敢说水平多高 是最公开 最透明的 这个对吗 这个东西不用 不用再有什么 再去解释吧 最公开 最透明 两年多以来 直播的比赛 没有五百场 也得有三百场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任何一个孩子 实际的能力 都是有最直观的实战 来作为一个检验的标准 这个比去什么 哪儿呢 去通过半个小时 十五分钟 跑两个三十米 过个杆 就是什么 校园的最佳阵容的选拔 那些测试 那不知道 精准的多少倍 对吧 那球探 也不可能说 我看你过杆 过得怎么样 球探不就看比赛吗 所以我们的孩子 小将是小将 他们进小将的人 能不能够进清华附中 还是没准 还有去人大附中的呢 对吧 还有去梯队的呢 所以这个不是不是说 有的人认为好像 好像进了小将 完了我能决定 谁进小将 然后就救手 就能决定 谁进清华附中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啊 我能决定 我就不让李显文去巴一 我干嘛呀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能在小将平台 你够小将平台的 这个标准 那么你得到的是什么呢 你就得到了一个展示 更多的展示的机会 人家能看到你 真金不怕火炼 对吧 除非你能力不行 对吧 你能力不行 你来小将 第一你也进不来 第二一个 你进来了 也是丢脸 不是漏脸 是吧 聊聊吴磊啊 吴磊现在 也挺艰难的 就是吸引也不那么容易 也不那么容易 西班牙踢球 会踢球的人太多了 这是我们那个雪梨汁 雪梨啊 黄紫杰 黄紫杰 怎么了 黄紫杰 黄紫杰 今天没训练 他呀 原来他不在佛山吗 然后呢 他来北京啊 去年这个时候 他就 好像去年这个时候 就咳嗽 就是快到冬天了 或者是 前两天北京可能有埋 他都不适应 他还不适应 现在孩子们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现在正在联络着呢 在今年的 12月或者是寒假期间 如果就全国的这个疫情啊 没有那么紧张 大家还都很自由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就是我们 去上海 打一圈 去广州 打一圈 就游走型的 这种拉链吧 因为上海有很多的队伍啊 上海深花 零九 上岗零九 幸运星什么的 都有 我们去打一圈 交流交流 广州呢 那就更别说了 广州恒大 就五六个队 然后复利 两个队 三个队 复利呢 因为已经踢了十一人质了 我们也在练十一人质 所以呢 正好可以啊 一块 踢一踢 复利踢队 当然可以了 非常棒 复利的踢队 很棒 根本因为没有零九 根本没有零九 这个队 因为我记得几年前 当时我说 许长说零九的 他一算 他说零九的成才 他都得八十五了 就显然 他可能到零八 就要封了 封箱了 裁判 我已经该讲都讲了 买了五个鸡爪 谢谢啊 你这五个鸡爪 肯定你会吃完了 你还得想着吃 瓜子也下单了啊 可以 咖麦隆小将是这样啊 咱这么说啊 咖麦隆小将 如果真干事 那天说完了之后 我也不知道 是我的这个创意 让他感受到了感召 还是说 我说答应出的十万块钱 让他有了一种使命感 马上联系咖麦隆 即刻就要组织 是咖麦隆族小将 一零年的啊 因为零九的可能大了 不好弄了 都交女朋友了 因为非洲人嘛 成熟的早 一零年的啊 然后他 现在初步 就是周末将会选拔 这个消息已经出去了 等于说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现在 一共有两千五百个 咖麦隆孩子 报名 要来参加 咖麦隆族小将的选拔 那个 接周六 咖麦隆那个 咖麦隆小将 有两千五的小孩 就来想拔 都是哪的呀 他们来各种各样的城市吧 因为我们那边 总共有十个城市 两千五百个孩子选拔 我告诉你 恒大 恒大 选了三万人 在中国 好像零九那个队里边 好像是三万人 就是三万个孩子 去选拔 但是他分散的各地啊 但最后到了 恒大的 好像有八百 八百 最后留了一百 一百二 一百左右吧 那你说这个 雨果直接就干出来 两千五百个 咖麦隆的孩子 他们可能 就是把这个事 我现在怀疑啊 就是 我跟雨果说的是 一年 我们给 咖麦隆小将 赞助十万人民币 他会不会 往那边转达的是 谁入选 给十万人民币啊 我现在有点怀疑 那怎么能联系 来这么多人呢 两千五百人 两千五百人 你选 你琢磨琢磨 两千五百人 一个队 八人制 七人制 一个队 就算十个人 二百个队 二百五十个队 二百五十个队 你就说一个队 把踢十分钟 你说这选拔 得进行到 什么时候 这 关键就是 你记不住啊 这孩子 你叫什么 没起名呢 还 没起名 户口上了没 没有 来多大的 你说多大 你说多大就多大 他们那边 我就怕这个 怕这个呀 对啊 你想想 要是两千五百个 非洲小孩 在咱面前 来选 真说一朗话 都得选乱了 都得选乱了 都不知道 谁是谁 反正这事呢 反正 如果说 他们国家 要来人 灭 灭 祖小将 一点问题没有 他说的 他说的 但是我们 因为明年呢 是中咖建交五十周年 我们还真想把这事 给他做了 真想把这事做成了 比方明年十月份 或者是明年什么时候 完了 咖美龙小将来北京 然后我们给他约 约几个队一块比赛 多好玩 真的 那是很遥远的 来自非洲的 以球队 能够访问中国 买了包瓜子 谢谢你啊 你下这么段决心 买了一包瓜子 谢谢 2500人隔离 也是大问题 是啊 这2500人 关系你 他不可能 2500人来中国 那不扯吗 2500人来中国 咱又得建个火神山 都得在这隔离 行 今天就聊到这吧 挺好的啊 完了明天呢 大家 攒足了这个精神 然后晚上呢 看这个 国安队山东 好不好 好吧 大家早点休息吧 董哥怎么不弄一个经纪公司 有好多人建议 说老董 你这个 你这个得赶紧的 你赶紧的得弄个经纪公司啊 他说你这将来 你这最后 人家你俱乐部 想给你钱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怎么给你 给谁呀 那对攻的都是 哎呀 复利07有三个魂血 对 还是有优势 但他们呢 我告诉你 就这波孩子呢 非洲孩子呀 可能 就是他 如果是纯非洲的孩子 他 他 他有的时候自律 会出现问题 但是那魂血呢 就看魂的怎么样 明白了吗 你要魂点东方的内敛 或者是自律 哎 那可能 这个魂血 可能更 可以 你有的说嘛 就是 隔的地方越远 生出的孩子 可能更 就是能力更强 生存能力呀 或者是什么 这种身体的 能量更强 所以你说 墨河的 找海南岛的 我觉得是最好的 你们试试 不是你们试试 就是 如果有人有条件 可以试试 你看为什么江苏武汉 他这个踢球人 丰富 就是反正江苏武汉 反正南南北北 他这个 他这个 人的这种交流 是比较频繁的 他就是那种通婚 是吧 可能 比方那猛的 走着走着 走到 徐州了 是吧 完了这边呢 是 是 是广西的 往上走 之后也走到徐州了 未来人 江苏 完了就 整 完了就 行 这郑州其实也行 就南来北往的吧 南来北往的 大连 那个 又诗计划 最后崩了吗 就因为 你找那么多孩子 来 来北京 不是来大连 来中国 全都玩了 最后 剩不了几个 可不是吧 真武庙的 找牛街的就差点 那可不是 要真武庙找白云冠的 你 是吧 公会大楼的 找乐坛的 你说这 没法找 怎么找 你只能是房山的 找平谷的 这可能 有点厉害 有点厉害 是吧 你说 浦东的 浦东啊 浦东找 太仓 政治儿子在 富丽足校练球 这我不太清楚 这个政治 关于政治的儿子呢 有一些报道 提的不错 但是实话说 肯定不是 这个年龄段 等顶级的球员 这个也 也不 也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对吧 马赛洛他儿子 也那么回事 政治儿子去恒大了 我不知道 这我不清楚 好了 今儿就聊到这吧 我也得休息休息了 这几天来回跑 完了 明天晚上还出差 然后后天呢 大家 这个没事的时候 就正好可以看一看 这个科乐杯 科乐杯呢 是 就是五个赛区的 冠亚军 我们是杭州赛区的冠军 然后 这个唐华健 吴浩航 什么 张雨田 宋洪瑜 他们那个 那波小将 他们组成的是 一天勇士联盟 也是天南地北的 其实都是小将的 选拔队队员 然后还有就是 石门吴小 石门吴小呢 因为是我们 先调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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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门吴小的两个队员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 疯着嘛 都打比赛嘛 后来呢 打了这个杭州战 然后呢 石门吴小的教练 可能觉得 这比赛挺好 他们也要报 他们就报了 稍后进行的武汉战 可是呢 这俩队员已经跟我们一块打了 杭州战了 就就就 没法回去了 今天有人留言说 你们把石门吴小 两个队员都掉走了 完了 你们那人石门吴小怎么提 我们 我说我们调到的时候 石门吴小还不参加呢 大家不要 这个叫以讹传讹 我不是那人 而且我已经定了 我在上海 我遇到石门吴小 我这俩孩子不让上 这俩石门的孩子不上 对吧 其实石门吴小 也补充了很多队员 对吧 他有一个 一个是 小 小伊龄的一个队员 姓石很 很棒 他也不是石门吴小的 还有大连的两个队员 也不是石门吴小 东北路的 所以整体实力 还是非常强的 非常强 然后还有 这泰仓百川 延元元 然后还有这个 好像深圳那边的 什么体效 所以这个比赛 还是值得一看 对吧 还是值得一看 石卫城 对 石卫城 很厉害 那个水平 应该是 应该是很接近 小将伊龄的水平 好 最后再说一遍啊 这我们同事给我的任务 我得完成 首先呢 是四十五度喷 八十八元 每盒三只 降价了啊 原来是九十八 因为也是为了这个什么嘛 为了这个双十一促销嘛 然后四十五度炸瓜子 九块九包油 买三送一 二百二十克 是十六块八包油 买三送一 一百二十克 是九块九 九块九 还有那个薯片 二十九块九 包油十袋 一箱 每袋 两块九 五种口味 还有就是五股凤爪 三件九折 五件八折 一袋 只需要十三块二 好吧 推荐这边一三的 红 小红啦 不对啊 小红是一二的 以后直播 什么 直播间里让李新什么 克 好 行了 你们随便看看吧 好吧 想下酒下酒 想买点东西买点东西 今儿就聊到这了 行吗 买了一套 谢谢啊 不会骗你 放心吧 我抽根滑吧 一二什么时候组队 一二 实话说呢 现在有六 有六七名队员 已经非常优秀 然后我们在 寒假期间吧 会再组织集训 因为现在实话说 本来想带他们出国 但现在出国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 好 就这样吧 我休息休息了 好吗 咱们明天上海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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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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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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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